67. 上海證券報 阿呂是廣電大棄局 2015年7月8日新聞公司07涅品記者涅品零編輯傳集員在互聯網家時代 筆衫巨頭的舉手投足都備受關注 在剛過去的6月份,阿呂先後牽手第一財經、歌華友善 電廣傳媒、吉時傳媒、其動作之密集 折射出線長提前卡位、長線佈局的馬雲 正在加速搶灘廣電領域 阿呂巴巴敏銳意識到了家庭互聯網的巨大市場 有專業人士如此表示 中國4億戶家庭這個龐大的入口與市場模擬是巨頭門各族要地 至去年以來,阿呂是在 A股市場染指的上市公司2餘30家 其中廣電及傳媒領域佔據了三分之一 其結盟手法大體分為入股及業務合作兩大類 從外圍的光線傳媒等內容製作商 到歌華友善等平台運營商 展露出系統佈局 加速滲透與改造姿勢 資深行業人士預測 阿呂通過參股與結盟方式在全國範圍內佈局 廣電雲事各大棄局 廣電入口之爭奪戰其實才剛開始 入股與運改壟斷性與區域性兼具的各地 廣電網絡 若能以入股方式滲透其中 可為上策6月初 阿里巴巴以12億元人民幣參股 上海民廣集團旗下的第一財經 馬雲與黎瑞剛出席合作簽約儀式 這是馬雲玉參與白士通和東方明珠大整合 未果之後的次優合作 亦是阿呂系在2014年入股華素傳媒之後 第二次以參股方式滲入廣電系 對此 黎瑞剛表示試看好阿呂背後的龐大數據可為一財所用 其實去年白士通與東方明珠亭排酬或合併 重組時 馬雲與黎瑞剛就黑談過引入怕女作為戰頭的可能 但最終因政策方面因素未能成行 一位知情人士如此透露 從手發漢 戰略入股顯然是較為深層的佈局 有國資專家對《上政報》表示 廣電媒體在國內一向被視為國家喉舌 是文化安全意識形態之重要陣地 其運改一直信之右神 有熟悉亞呂的人士分析稱 亞呂對廣電網的互聯網化 對家庭互聯網巨大市場4億戶家庭 早有記憶 2013年就聯手華素傳媒推出《他呂合子》 但因政策局限性較大等多方面因素 亞呂合子在各地推廣與左 如果通過入股這種資本層面的合作 借助各地廣電網絡推廣旗亞呂合子就相對容易 入股杭州地區的有線電視運營商華素傳媒即如此 有廣電領域人士如此表示 2014年5月 由馬雲 謝世王及市育署掌控的雲基投資 契資65.36億元入股華素傳媒 佔百分之二十股權 成為後者第二大股東 一年後的今天 華素傳媒方面透露 天媽魔俠銷量已超過百萬 華素TV互聯網電視中端產品已覆蓋超過6000萬台 阿呂布局廣電系之路,選擇華素打頭陣可為精挑細選 華素傳媒在杭州擁有二百餘萬用戶 省網整合與中廣有線整合如期可達到二千萬有線電視用戶 其與外地有線網絡公司合作的互動電視用戶也有近二千萬 在用戶圍皇的年代,價值極為突顯 而全國最大的數字化節目內容媒體資源附和7家全排照服務商之一的身份 也是華素傳媒吸引阿呂的重要法馬 阿呂入股顯然不是充著財務投資而來 華素傳媒相關負責人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 單純的股權運改是走不通的,必須找準自身的定位與需求 進行思想與行動變革 專注於研究廣電行業多年的融合網總編輯 吳順勇坦然,如果華裏製作入股不斷滲入到各地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 未來阿呂結有可能成為一個虛擬的全國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 據想證報記者觀察、計劃素傳媒、第一財經之後 阿呂結環與哥華有線展開了資本層面的合作 未來亦有望與電廣傳媒展開資本運作 吉時傳媒亦爭議引入阿呂為第二大股東 但沒有談勇、有知情人士透露 與參與有線網絡運營商運改較難不同 阿呂結入股外圍的內容生產商可為輕車熟路 資料顯示,早在華爾兄弟之前馬雲就大舉參股 2014年4月阿呂又以12億美元拿下優後土豆18.5%股份 當年6月又以62.44億港元入主文化中國 最終打造出《他呂影業》 今年3月他呂創投斥資近24億元成為光線傳媒第二大股東 這些入股乃之入主,都使阿呂打造家庭互聯網生態系統的重要環節 合縱與連環除了斥資入股 阿呂是搶灘廣電系環運用了多種戰略結盟方式電廣傳媒 7月1日清,其全資子公司近日與天貓 印記相廣達成商務合作協議 基於湖南省約600萬有線電視用戶 引入天貓的數字娛樂家庭互聯網業務 完成搭載《Yarners》的智能機頂合中端的投放 為湖南有線電視用戶提供更加豐富、更高品質的D.V.B.家庭娛樂體驗 增強有線網絡用戶的廉性、實現用戶額標值的增長 此前一週,阿里巴巴剛與電廣傳媒簽署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幾乎與此同時,在永吉林688萬有線電視用戶覆蓋能力的吉市傳媒公告稱 公司已與支付寶簽訂合作協議 全面打通增值業務產品的支付通道 並開《Q》時鐘端電子商務運營模式 這是吉市傳媒涉水電視淘寶之延續 據公司6月初公告,吉市傳媒與杭州華數指評 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簽署電視淘寶業務合作運營協議 據負責人介紹,電視淘寶是一項基於電視屏的透物業務 其商品系統、交易系統、物流系統及數據系統與淘寶全部打通 據介紹,杭州華數指評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是阿里集團授權的基於電視屏幕開發 運營電視淘寶業務的關聯公司 記者查詢全國企業信息公司系統發現 杭州華數指評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兩個股東 分別是杭州指評科技有限公司與浙江廣電移動公司 其中杭州指評科技的股東是杭州昆寶投資資訊有限公司 而坤寶投資的法人士馬雲,三個自然人股東則是 馬雲,將英和雙肉A 阿里方面曾表示,阿里一直在探討如何把 電商利潤轉接到電視上,讓其在電視上產生更大的價值 將來電視上的電商利益將遠遠超過 此外,最近半年,阿里環商計合縱連環過深圳廣電、廣東廣電、 哥華有線等廣電系企業,其中最為足目的目過於阿里參股 並執掌中國電視院線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電視院線運營公司誕生於6月14日,註冊資本5億元 由哥華有線語控股股東的母公司北京北廣傳媒集團攜手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金磚思路投資、深圳、合伙企業等六家共同發起組建議成 其中,哥華有線已出資3.1億元,股份佔比62% 12. 雖然已出資來看哥華有線佔絕對優勢 不過全體發起人協商一致決定,因阿里創投系發起人股東 而阿里巴巴作為互聯網巨頭擁有獨特的資源優勢 誰選定阿里作為主運營方,並由阿里選派第一任總經理,掌控全局 此前,哥華有線聯合全國三十余家省市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 將共同成立了中國電視院線聯盟,並與三十個省市 簽署電視院線業務合作協議,依托國家省市的高清交互平台 開闢傳統電影院線之外的第二大電影發行市場 聯盟成員單位即為國內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 由他們組建中國電視院線控股有限公司 而此次哥華有線聯手阿里等共六家公司共同發起 組建的中國電視院線運營公司 則是上述聯盟實際運營主體的落地 勸商分析人士認為 中影作為我國電影行業的龍頭企業 同時擁有與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百家著名電影企業的緊密合作關係 而哥華擁有網絡渠道及穩定用戶群,而且強強聯合,將托展在電視院線的發展 而阿里巴巴的參與則可以將電視家電影家互聯網聯合起來 開托新的市場,特維與整合面對互聯網家時代以及不三巨頭的搶灘 地方廣電也在進行整合重組,或謀求同行業合作在阿里搶灘廣電之際 地方廣電也在進行整合重組,或謀求同行業合作 與此相應的是國家廣電總局亦以適度改革與資本運作是大勢所趨 6月9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網絡司司長樂堅輝指出 在互聯網家的浪潮下,廣電必須要適應互聯網發展 推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同時環繞加強資本運作 廣電系內部整合標桿當數上海民廣之重組 隨著6月19日在上交所的名樂揭牌 上海民廣旗下兩家上市公司東方明珠和伯士通的合併重組順利完成 對此,麗瑞剛稱,互聯網電視業務將是新上市公司未來的切入點 從而構築互聯網媒體生態系統、商業模式和體制架構 打造追據市場價值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互聯網媒體集團 同在6月,東方明珠以至有資金3.55億元參與 閃西有線電視運營商廣電網絡的定向增發 並將成為其第二大股東 而今年3月,公司環參與了哥華有線的定向增發 不僅製作資本力量實現跨區域擴張 更以資本加業務合作模式加快推進實施 D.V.B.Guard融合業務 東方明珠總裁零降對記者表示 全國有線網絡的用戶約2.4億 且有線網絡最大的特點是廉性極高 在用戶為王的當下 廣電行業內的整合時不我待 廣電系資深人士表示 對於有線運營商而言 管道作為網絡的基礎功能是區別於其他競爭者的最大優勢所在 而面對互聯網視貧行業與電信運營商的強勢進攻 唯有鞏固並拓展好這張大網 才有可能實出重為 1月初,繼哥華有線與30多家同行發起成立中國電視院線聯盟之後 電廣傳媒與湖北廣電上演了全國首例兩個重量級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的合縱連環 雙方稱,將著重於共同推進雙方在寬大互聯網資源共享 視頻內容分享 雙向增值業務和智慧城市業務交流以及數字電腦業務推廣 湖南環與廣東、廣西、貴州等周邊六個省網進行了數據網絡的互聯互通 形成了4500萬戶的一個大的內網 湖南有線董事長鄧秋林表示 湖南有線正是緊緊握著這一基本優勢 先利用市場化運作進行資本手段的網絡整合 構設好省內一張網 再合縱連環進行跨區域網絡整合 以建立省制聯盟的方式實現互聯互通 融合與隱憂廣電系需要利用筆的優勢去彌補自身的短板 否則一旦失去政策支持,整個行業將一夜之間失去所有的用戶 與廣電系內部整合相比 阿呂運改廣電系更具有融合性與互保性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 廣電系公司擁有電視台之質的廣電機構擁有發行渠道 而阿呂集團擁有包括支付、物流、商家等全套的電商體系 可利用大數據等互聯網工具或掘出更多優質內容 繼而在各類互聯網平台上實現融資、營銷和發行的創新 與廣電企業的合作 對於阿呂系而言,影視鏈條得到進一步加強 這無疑是阿呂的電商加電視戰略的重要一環 從內容原創到發行、分銷、傳播到終端載到整個IP的衍生 將娛樂與傳媒的舉陣造大 將整個產業鏈打通 將社阿呂生態的完整佈局 融合網總編輯不順勇對賞證報記者坦然 隨著阿呂與廣電領域合作的不斷加深 對廣電行業而言可為利弊同在 好處之一是解決了資金短缺難題 阿呂的強大財力可以在短期內解決廣電旗下的 有線電視行業資金困惑者一路大難 各地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可以快步完成 諸如數字化、雙向化改造、有線網的整合等等 其次是解決技術創新難題 無論是有線數字電視還是互聯網電視 作為相應的運營商及牌照方再起技術、業務創新等方面 始終存在一定的短版,而阿里巴巴旗下的 諸如支付寶、淘寶、移動操作系統 等將會根據相應屏幕的需求進行創新 與阿呂合作環解決業務創新難題 但彼端亦顯而易見 若阿呂真能成為一個虛擬的全國有線電視網絡運營商 這對於原本就整合進展很難的有線電視網絡可謂再次說上加商 而且體制問題較為沉重的廣電行業 再諸如人才培養及儲備、業務創新、技術研發、市場運營、 產業開放性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軟勒 隨著互聯網企業的競爭能力不斷加強 在沒有找到更好出路的背景下 廣電企業變成了不得不和不三大巨頭合作 廣電是需要利用不得優勢去迅速彌補自身的短板 否則一旦失去了政策支持 整個行業將一夜之間失去所有的用戶 但不管利弊如何 改革融合潮流已經滾滾而來 面對13億人口 4億家庭者一獨步全球的最大家庭互聯網市場 有資源有洪心的巨頭們已經快馬加邊 亞旅通過參股與結盟方式在全國範圍內布局 廣電雲事各大棄局 廣電入口之爭奪戰其實才剛開始 有資深行業人士如此以測 有資深行業人士如此以測 278月的皇室